我是李清禾 我比较喜欢人家称呼我为李清禾老师 而不是李清禾师父 因为我认为风水这个学问是可以传授的 它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我本身是从英国毕业回来的工程师 为什么会进入风水呢 是因为我对风水其实是抱着好奇的角度去研究 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它是迷信的 但是当我真正的了解之后 风水就是科学和数学 我们爱因斯坦的眼里是平衡点 跟《易经》是有关系的 《易经》其实是世界最古老的书 在这世上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 《易》这个字呢是从西易而来 西易是变色龙 穷着变 变着虫 它告诉我们这世界无时无刻都在变 所以它告诉我们是佛学里面所说的无常 风水也是被《易经》所影响 它所说的就是要怎样去平衡 有一句话叫做水能行舟也能复舟 我们需要水来去行船 但是如果太多的水 也会给你的船给翻覆 这世界的行程就是阴阳组成我们说宇宙 太阳系里面太阳是阳 最靠近地球的五大行星 那是金木水火土星 世界最基本的元素 那五大元素就是金木水火土 也影响着我们 六千年前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里 可能没有看到你美丽的物质 但是你会看到土 就是你会看到石头 你会看到山 看到水 你会看到木 植物 火 就是太阳 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手机 它的basic knowledge就是 vinary code 1010 阳是看得到的 是的 阴是看不到的 虚的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必须要阴阳调和 《易经》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前天八过和后天八过 后天八过或者是元旦盘 可以根据这个图来解释 你看看后天八过 你看看它的数字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世界的奥妙 世界的怎样转变 其实从数字里面可以看到 你看它怎样加 十加 横加 学家也是十五 然后我们说 世界的运是二十年转一次 气运是1984年到2003 所以气呢 从后天八过了 它是在西方 所以当时西方国家很强 美国 欧洲 它们控制全世界 但是到霸运呢 霸运是2004 开始到2023 这二十年呢 是霸运的 霸是在世界的东北 中国和韩国 所以2004之后 中国就结起了 然后韩国 你看看 它的寒流 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风水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环境学问 它告诉我们 要如何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取得平衡 怎样跟大自然和睦相处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要平衡它 无极必反 太多不好 太少也不好 凡事适可而知 Americans 我们还有一天 在这个地上 也没关系 但是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们 每天 忍